也认钓鱼是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他们倒好 直接拿狼套孩子 诱饵是千奇百怪的 钓具是毫无人性的 人是丧心病狂的 他们一出手 代表的不仅是钓鱼的技术 也是钓鱼的艺术 接下来齐哥就带大家排一排 钓鱼时那些逆天的操作 这个钓鱼老太狠了 居然将鱼线穿过一条活坚鱼的双眼 缠绕几圈确定它跑不脱之后 就直接扔进了大海里钓鱼 开了眼的大坚鱼服役回到水里 立马就玩了命的四处窜逃 把船长的大鱼竿扯得嘶嘶作响 没出三分钟 鱼竿就被袭来的怪物撞得狠狠一顿 船长立即反应 一把抬起鱼竿进入战斗准备 可以看到此时线轮正在飞速转动 表明咬钩的巨物正在卯足进跑路 可这时正是大鱼力量最充足的时候 并不适合与它正面较量 于是船长索性又让鱼线划出一百多米 明显感觉大鱼由速变缓后 才开始锁紧线轮慢慢收线 然而刚才还只是微微弯曲的线轮 此时已经弯成了一个办公 能把上万美元的重型鱼竿拽成这个德行的 到底得是个多凶猛的怪物啊 而且随着时间拉长 鱼线上坠着的力量居然一点都没有减弱 安全起见 船长决定让水下摄像头一探究竟 看到这画面我真的惊了 可以看到在几百米的深海中 正扯着鱼线游动 赫然是一条闪着金光的超级大鱼 虽然什么品种还看不清 但目测体重至少上百斤 船长一看这吨位立马就直冷起来了 一边摇动线轮一边不顾疼痛上手里线 线轮都快摇出火星子 可眼看着吃奶的劲都是出来了 鱼竿依然是一股脑袋往水里站 几乎要折进去 而此时船长已经跟大鱼搏斗了将近半个小时 渐渐招架不住 好在底下的大鱼也是强弩之梦 比船长先一步立即 很快就被慢慢拉到了船边 而把他勾上来的那一刻 整船的人都震惊了 我的天哪 这居然是一条巨大的黄旗金枪鱼 作为一种经济价值 仅次于蓝旗金枪鱼的顶级鱼种 一条就能买你命绝对不只是一句形容 更难得的是这种鱼 由于近些年的过度开发 已经很难在市面上见到 即便有事也无价了 更遑论这么一条集体 也不怪见惯了大风大浪的吊手们这么激动 钓到这么一条鱼 足够任何一个吊手吹一辈子的了 然而这边才刚装完舱 一转头他们又看到了更壮观的画面 只见不远处的海域上 正有成牌的海豚跃出水面密室 而他们的目标 竟是一大群挣扎逃跑的金枪鱼 全然不知这出你追我赶的戏码 已经被缺德的人类尽收眼底 而且碰巧船长不喜欢看热闹 只喜欢凑热闹 当机立断就把鱼竿挥向鱼群 磨刀霍霍向金枪 这一回不要紧 居然秒速就被咬住了鱼垢 船长看着海面竞相跳出的鱼群 虽然几下就把大鱼拽了过来 虽然这家伙没有上一条狗分量 但还是要一视同仁传授一下勾补定力 勾上来一看发现是条十斤左右的黄旗金枪鱼 虽然个头小点 但他们也不贪心 重要的是过程 同时此时的海面并没有随着一条鱼上钩而重归平静 反而更加沸腾 有了船长在前面打头阵 一时激起千层了 其他的钓手也都纷纷尝试起来 甚至不利用刚钓的大鱼当诱饵 一时间场面格外热闹 当然 最秀的还得是船长 也不知道他今天到底踩了什么狗屎叶 每次抛肝都种鱼种得飞快 这回也不例外 也许是有了和第一条鱼的对战经验 船长现在碰到什么鱼 那都是手拿把架 不到十分钟就拿下了这条大鱼 然而看清这条鱼的样子 船长却又不禁惊讶起来 这居然是一条三四十斤的鬼头刀 这种鱼也叫奇秋 别看它浑身大草原长得还呆头呆脑的 其实口感是非常鲜甜柔嫩 同样也是名贵的食用鱼 而且这种鱼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 随着生命的流逝 鲜艳的体色会很快褪色成一片苍白 犹如昙花一现 且看见真细了 而这边刚展示完 船长的另一根鱼竿居然又中招了 他二话不说又拔起鱼竿 朝水面跳往 此时海面风大浪静 却已然看不见刚才搏斗的鱼群 不知道这回等待他的又是什么呢 正说着 就见一个钢针般的大尖嘴猛的刺穿海面 竟是一条大骑鱼冲了出来 我的天哪 今天注定是要风神的节奏了 要知道这种鱼可是游速最快的海洋生物 没有之一 再加上那霸气十足的身躯 要是能钓到一条真是祖坟冒青烟了 不过面对这种重量级 船长还没有蠢到硬钢 你不是能跑吗 那就先让你跑个够 船长就这么倾着鱼竿等它跑完一个半嘛 看时机差不多了才打得个措手不及 直接就把它拖到了船边 你瞧瞧这大嘴巴简直跟镰刀似的 好在船长机智带了手套 不然像菲律宾渔民那样赤手空拳 可就遭老罪了 不过玩归玩闹归闹 这种宝玉类的鱼 钓到了险外一下就行了 真敢扛回家那以后 磨出火星子的就不是鱼干 而是缝刃机了 结束这一钓后 天上已经下起了鱼点 可这丝毫没有影响船长的性质 面对此等鱼情哪能深藏公鱼鸣 当然是选择继续磨刀霍霍向前方了 你看 这一磨就又磨出条大大的黄旗金枪鱼 大的跟个炮带似的 光弄上船都得好几个人一起 而且也不怪他的小眼神太笔事 怪只怪这家伙太倒霉了点 居然还没来得及吃幼儿 就先刮鱼勾上了 不过人类的悲喜尚且不相通 跟鱼更别提了 他有多难过 船长此时就有多兴奋 这条鱼居然比第一条至少大了三分之一 体重目测不少于120斤 三个人一起才能抱住 先别急着羡慕 听说点赞的2024 也会像他们一样运气爆棚 金枪不打 这回的幼儿那更是重量级 谁敢相信 这条堪比克苏鲁怪物的超级大游鱼 居然是这帮男人钓鱼的幼儿 而光是钓上他的过程就精彩万分 今天就带大家展示一波 什么叫做你我本无缘 全靠我砸钱 他们不仅把鱼儿 全部串在布满道次的鱼钩上 钓区更是直接解放双手 全都换成了上万美金的高功率电脚轮 而这样的排场也直接让他一战风神 全程高能 别扎眼 眼见鱼线一溜烟就放出上百米 而船长只是稳坐船头 不慌不忙地辅助电脚轮观察 人民币玩家的快乐你根本想象不到 有了他哪还用拼了老命跟大鱼较劲 这种东西可以极大提高掉手的空域效率 只要转动旋钮 就可以轻松收取上百斤的巨物 而且既然决定用这样的装备 也必得掉条巨物才能收场 但可惜开举雷击 看船长那副一切尽在掌握当中的呀 还以为已经十拿九稳 谁知鱼儿居然被不知哪里窜出的巨物 啃得就剩个鱼头了 能在全是盗刺的鱼钩上卤下一口石 一看就知道来者不善 于是船长灵机一动 换上一个更大的诱饵 看能不能把那家伙再勾引上来 就这样 随着鱼线被放出百八十米 鱼端忽然狠狠一捧 竟被突然咬钩的大鱼给拉了个满钩 能把这种顶配的鱼竿都拽成这副德行 到底得是个多大的巨物 而随着水下摄像头 可以看到 上钩的镜像一条长满触角的大海星 这神奇的画面 一时间让所有人的好奇心都到达了跌峰 直到这个大家伙露出海面的一瞬间 众人才惊喜地发现 这竟是一条巨大无比的大游鱼 此时正在船边无能狂怒发起口水攻击 可哥几个哪是吃素的 一个弯钩就把它挑了上来 被游鱼吓得直变色 还用吸盘吸在船上 恨不得一头撞死 不过还是被船长三两下就给叫下老子了 谁说用电脚轮钓鱼就不用体力了 要对付这样一条二十多斤的大游鱼 没点快准狠的本事怎么行 本来有了这样的收获已经足够洗来 可是万万没想到 对于他们来说 这点玩意儿却只够开胃 接下来要钓的才是今天的主菜 鱼鱼跟大多鱼类一样喜欢群聚 尤其是这样的春夏季节 更是他们交配产卵的好时候 钓出一条就相当于勾出一个线头 只要抓住机会不放 就不怕端不平他们的老巢 况且一个固定的鱼群周围 也会形成一个小型的生物链 说不定还能有意外收获 果然不出所料 这回才只放出五六十米的鱼线 钩子就被一条大的出奇的鱿鱼死死咬住 而旁边还正有一条同等体型的鱿鱼 间断的发起进攻 等把这家伙拉到船上一看 好家伙已经被活生生咬掉了两块肉 大海中的生存法则就是这样弱肉强食 上一秒还在享受战利品 下一秒就可能变成猎物 而像这样体长超过一米三的凶猛猎食者 即便逃过葬身一副 也难逃在在开挂的钓鱼牢手上 这时船长突发奇想 直接卸下两节鱿鱼须抛进海里 看看是否会有奇象 果然 一时激起千层了 随着接二连三的鱼耳下海 也是彻底炸了鱿鱼窝 不到一个小时就被他们钓起十几条大鱿鱼 个个都不低于15斤 打得甚至让人换是火箭 最后船长更是做了个疯狂的举动 那就是将其中一条鱿鱼继续当诱饵 看看能不能钓出个王炸 这把绝对是高端局 能不能出王炸我不知道 反正大鱿鱼应该在想 我或许不是人 但你是真的狗啊 不过这大鱿鱼的诱惑 果然也是无人能敌 几乎是刚扔下去 鱼竿就重重没入海中 这拉力比前面大的何止一点 看来是真热上瘾茶的了 不过也只有这样的挑战 才能配得上这样的鱼儿 这时垫脚轮也再次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 随着鱼线回收 能看到被拉上的净是一条 嘴长如箭的大鱼鱼 长度接近两米 体重至少七十斤 怪不得连二十多斤的大鱼鱼都敢吞 只不过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最后还是便宜给这帮变态的钓鱼佬了 今天这鱼钓的 怎一个爽子了的 而且这帮钓鱼佬找刺激可没有极限 就像这回 如果你还觉得美式超网是最屌的可就奥特了 只听老哥娇喘一声 一只锋利的箭矢就瞬间射穿水面 闪电般命中了一条距离水面几十米的大鱼 这样的准头哪怕是美式超网都自会不如 虽然偶有失手 但一般命中的概率都很高 而且反驱弓的杀伤力也不逊色美式超网多少 一枪归西总是少了点博弈的乐际 用弓箭射于一旦射中目标 钓手就会拽住与其连接的一线 要么直接拽上来 要么借助鱼杆继续开点 这回一时激起千层了 可以看到刚种的鱼 已经引来很多大鱼具过来疯狂围攻 好在钓手一手六鱼技术行云流水 一个漂亮的收线就拽出来一条肥美的大鱼 就这样 几个人兴致高昂 决定一起搭弓射箭 没几分钟就纷纷种鱼 虽然这些小杂鱼 与它们平常钓的巨物不能相比 但盛在别有一番乐趣 玩尽兴了以后 才重新轻装上阵 继续采用传统的海钓方法 只见船长种鱼之后一顿台班六鱼 谁知摔不过三秒 两个回合以后 鱼竿居然被一道巨大的拉力拽成了满弓 重重坠向深海 这时 海面忽然炸起一阵剧烈的水化 竟窜出一条疯狂甩尾的大鲨鱼 吞下它的猎物后一溜烟逃走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可惹怒了众人 既有再次抄起攻击 快速朝水面射出 一把就定中了一条大鱼 一股作气就将它拉了上来 有了钢材的教训 它们绝不会在夜长梦多 可是鱼货还没展示完 打脸却又来了 割几个钢材太激动 居然把一条刚钓上的 价值不菲的金枪鱼 挂在船头望了去 这可便宜了到处捡漏的大鲨鱼 眨个眼的功夫 金枪鱼就被咬得只剩下一个头 而那条可恶的大鲨鱼 居然还在四周盘旋侍卫 船长本来就愚怒微笑 现在更是准备心仇救恨一起望 随便扔快诱饵下去 鲨鱼就上了风 而船长还没来得及摸它两下 鲨鱼就忽然开启了暴走模式 一个弹身就往海底钻 不过此时的它就算在怎么挣扎 也是瓮中之别 它越是恐惧 药手们就越是兴奋 狠狠戏耍了一番才放过来 通过这一番教训 估计它再也不敢这么横行霸道了吧 而这次则是发生在大海上最惊悚的一遇 刚钓货的巨型马鱼鱼 遭到了不明生物攻击 拖上来的时候身体整个被掏空 只剩一副骨架连接头尾 给船长气得牙根痒痒 这样一条两米的极品马鱼鱼 原本可以卖出天价 现在骨折架都没人要了 而且到底是什么样恐怖的怪物 敢把主意打在这么凶猛的大鱼上 通过对比咬痕 他们判断凶手很可能是隐藏在千米海下 攻击力不输抹香精的巨型物贼 锁定好目标后他们策划了一晚 第二天才返回这片海域 发誓一定把那条幕后黑手揪出来教训教训 对付这种耍流氓的生物 他们也不用讲武德 一开局就往水下扔了两块三十斤的大砖头配中 要是能把鱼砸死更好 鱼钩更是布满道次的透心凉大铁钩 穿上一个大飞鱼当诱饵 还不忘给它套上个形似乌贼的假尔座掩护 船长看着自己的杰作是信心满满 这一套量身定做的组合拳下来 就问哪条鱼看了能不迷糊 果然鱼儿还没等下放到玉沽的水层 就被突然袭来的大雾一口咬住 一时间不仅鱼线被扯得飞速转动 打鱼竿也被恐怖的力量重重压外 从水下看跟他们预想的一样 上钩的赫然是条凶狠的大雾嘴 不过船长并不慌 一晚上准备哪是白做的 他今天用的鱼竿可是上万美金买来的垫脚流鱼竿 抗压力十足 只要鱼线不崩断 管你是哪路神仙都得统统线圆形 你看前后不过五分钟的功夫 就把钱藏在几百米深海下的乌贼吊上了船 不过看清后船长却有点失望 这家伙虽然个头不小 到达了一米 但是以这个吨位想把两米的马铃鱼咬穿 恐怕不太现实 看来凶手还另有其余 不过放生是不可能放生了 只能怪这家伙太倒霉 尚赶着当第一个炮灰 不过看他在水仓里大耍活龙的模样 倒是启发了船长 与其给飞鱼披上马甲冒充乌贼 不如就换一个活蹦乱跳的真乌贼当儿 说干就干 一条四五斤的活乌贼 就这么被他挂上了一钩 抛进大海 小乌贼一回到水里 立马完了命的乱窜 果然笔上一调 更快吸引了大祸咬沟 船长还没来得及反应 鱼线就骤然绷紧 同败试着提了一下线 非但没提动 还被真的东倒西外 如此恐怖的力量 一看就跟刚才那小趴菜 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果然 通过水下摄像机一看 上钩的竟是条巨大的剑鱼 这家伙跟那条被截胡的马铃鱼一样 都有一个尖尖的大长嘴 看得人心惊肉跳的 难不成昨天那回也是同类相残吗 为了进一步确认 船长连忙将它拖上船茶干 发现这家伙虽然体型不小 但是跟昨天那条受害鱼比起来 那就完全不够个儿了 要说是他干的 那确实也有点牵强 不过船长并没有放弃 能钓到这么一条大剑鱼 至少说明活儿的威力是足够的 说着再次从水舱里扒了出一条活泛的乌贼 如法刨指扔进水里 不知道这回能否顺利呢 如他所料 这回大鱼上钩的也非常快 不出几秒 就把鱼线扯飞了上白鱼 能有如此恐怖的游足 难不成又是一条大剑鱼 可还没等他们进一步打探 鱼竿就忽然狠狠舌了下去 把一向淡定的船长都看得心惊胆战 能把上万美金的重型鱼竿折磨成这样的 很有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凶手了 看来真正的战斗终于来了 说着赶紧锁紧线轮开始收线 管你在怎么试大力尘 在垫脚轮面前 那都得低下头座椅 虽然用这种鱼竿有开挂的嫌疑 但在对付大鱼的时候 这无疑也是最安全牢靠的 可以看到随着鱼线回收 海面忽然炸起了一团水化 竟是上钩的大鱼跳出了水面 这回又是什么呢 结果正如船长所料 鱼钩上的赫然又是一条简鱼 而且还比上一条大了很多 光是拽上来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可是就在他们以为 终于可以报仇了的时候 情况竟又再次发生逆转 只见这条大鳍鱼的尾巴 不知道遭到什么啃食 居然活生生被咬掉了一块 要知道鉴鱼可是海下游素 最快的生物没有之一 到底是什么东西 有本事让它吃扁 而且这样接二连三的截胡举动 看在船长眼里纯粹就是挑衅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反手将刚才钓到的大乌贼捆上一勾 势必要把真凶钓出来不可 随着十几斤的超级大鱼而一下水 险轮再次被疯狂放出的鱼线 摩擦出尖锐的笑叫声 虽然有垫脚轮坐镇 但船长还是一刻不敢大意 他紧紧盯着水下的动静 一点都不敢放松 今天到底能不能抓到凶手 可就看着一哆嗦了 然而事实告诉他 不经历风雨哪能遭雷劈呢 也许是凶手有了差距 也许是今天的运气实在不好 居然老半天都没有东西光顾鱼儿 不应该呀 难不成是脱钩了 安全起见只得先把鱼线拉回来查看情况 谁知这一看船长顿时是火冒三丈 我的天哪 刚才还好好的一条大乌贼 眨眼的功夫居然被咬掉了一半 只剩一截残缺不全的小翅膀来回扇动 然而从他身上的咬痕来看 却再次印证了凶手不是别人 就是深海里的大乌贼没错 看来这家伙今天算是和他彻底杠上了 才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接呼 不过船长的诱饵已经用完 只能尴尬的收了场 虽然没能把巨型乌贼钓上来 但是能意外收获几条大戒鱼 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这个男人更疯 他把一块残缺的大鱼吊在船头 浓烈的血腥为立马引来一条巨大的鲨鱼疯狂四咬 转眼间就把大鱼咬得几乎只剩骨架 而这么做 居然只是为了满足小钓友想看大鲨鱼的愿望 见这一幕已经彻底把小孩的引勾起来了 男人立马趁热打铁 找了条大鱼切块打卧 在重新确定好鲨鱼的位置后 就把主场交给小钓友 自己则稳坐在船檐帮他控干 不得不说小朋友还真是天赋一点 打炮式的鱼竿就这么被他用一种 举火烧天的姿势稳稳控制 蓄满力量后二话不说就狂摇线轮 在船长细心的引导下 鲨鱼很快就被他吊到了船边 可眼看胜利就在眼前 鱼线却因为拉力太大导致猝然崩裂 这一幕让所有人都大失所望 但是鲨鱼就在眼前 真的要在这时候放弃吗 这时候突然另一个小钓友自告奋勇继续接力 这位小哥更是深藏不露 直接把男人祖传的重型鱼竿都给撬过来了 这么沉的鱼竿他能抬得动 我已经觉得不可思议了 而他居然还真能摇动线轮 要知道底下的可是个上百斤的怪物 虽然还是少不了男人在前面帮他理线控干 但小朋友的天赋也真是没得说 一般的萌新这时候早就下个尿裤子了 就这样经过了二十分钟的周旋 一条巨大的鲨鱼如愿被钓了出来 惊的是这并不是刚才那条鲨鱼 洗的是这条居然是比刚才那条 还要大上好几倍的大白鲨 打眼一看至少有三百斤 此刻却被自己一口能吞下仨的小孩给拿捏了 不管小朋友以后会不会走上职业钓手的路 但这一趟无疑已经够他吹半辈子了 看到小伙伴这么牛 另一个小钓友也忍不住上前尝试 在男人的指导下尝试着举起鱼竿 他吸取第一个小伙伴的教训 并不着急收线而是看准目标的动向 按照男人教给他的节奏 一点一点化解对方的力量 很快就把大鱼逼到了船边 可以看到这时候鱼竿已经重重折了下去 他感觉自己全身都在发抖 再怎么说 他的力量跟大鱼比也太悬殊 到最后的冲刺阶段 还得大家一起上去稳住鱼竿 就这样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下 一个金色的大炮弹被缓缓拖到船边 看到他巨大的体型后 把小孩激动的直接跳下去抚摸 快看这条石斑大的已经像要变异了 脾气也是差得很 看小孩可爱他也就忍了 至于男人 干脆直接甩了两个大鼻洞 不过男人并不在意 依旧玩得不易乐乎 今天的鱼钓的怎一个爽子了得 而下面这场海钓更是血象环盛 到底是被什么怪物给钓了 才能让这个两百斤的壮汉 发出杀猪般的好脚 到最后更是直接瘫软到了船上 原来就在半小时前 这个男人刚刚潜不到一条 名贵的黄旗金枪鱼 谁知就在抱上来的过程中 意外遇到鲨鱼抢食 要不是他逃得快 估计现在也跟这条鱼一样见太奶了 同在这边海域游钓的船长一听说就怒了 鲨鱼这么明目张胆地欺负到头上 是真当人类好惹了 正好他今天请来了一个号称 超级大力士的外援一起钓鱼 这大鲨鱼算是撞枪口上了 把鱼竿交给老哥后 船长为表敬意直接掏出一条 五六斤的大肩鱼挂上鱼钩 老哥一看摇了摇头 说杀鸡有我这一个宰牛刀就够了 这么大鱼不如留着犒劳我 看样子是一点不当回事 谁能想象打脸来的那么突然呢 说着他就选择了一个独当一面的姿势开始蓄力 谁知酝酿到一半 底下的大鱼一个猛窜就咬上鱼钩 这一窍差点把他后半生的幸福干没 还好经验丰富的船长赶紧帮他调整吊姿并慢慢履动一些 这才稍稍稳住一点局面 可以看到此时的鱼竿已经重重坠了下去 能把这么沉的鱼竿扯成这个弧度的鱼 怪不得能干出当面抢劫的事 为了让鱼竿保持平衡 老哥现在不得不蹲下去 让鱼竿尽可能翘起来 一边吊还一边骂骂咧咧咧的 倒是船长看热闹不闲似的 在旁边幸在乐祸了半天 给老哥看得牙跟痒痒 眼看一个大汉加上两个男人护航 三对一居然都没把那条大鱼逼出什么腿势 他现在也是彻底急了 一个用力就炸了起来 二话不说狂收线路 可还没等他支冷起来呢 举无一个发力就再次把他拽闪了腰 老哥现在是彻底整不回了 从来没见过这么难对付的人 愣着头拼蛮力也不行 想慢慢溜于更是天方夜谭 好不容易将将把大鱼掉进一点 却又迎来了大家伙的第二波发力 这次的战况就更惊心动作了 眼看在前面辅助的船长都快在海里了 老哥一张黑脸都要憋红了 使出吃奶的力气狂拉猛兽 好在大鱼毕竟不是铁打的 跟几个壮汉抗衡这么久 稍微一个泄力就被男人占了上风 这把老哥说什么都不会再被他拿捏了 甩开膀子就是屌 这时候单身三十年的手速总算派上用场了 没几分钟就结束了这场战斗 只见一条巨大的鲨鱼慢慢浮出水面 看着不屑的小眼神和那口锋利的大牙 今天的凶手八成就是他没错了 然而本想趁那老哥没走远 再给他好好辨认一下 可谁想到 他们在这苦哈哈的抱半天愁 那老哥居然早就回到了码头 跟美女一起每每切鱼片了 哥几个对此只有一句话 你清高 你了不起 到这儿本期的盘点就做完了 看得过瘾点个赞 关注我 每天带你发现一片新大陆